熟悉的检测医生 熟悉的消毒水位 我看着苍白的房门 总感觉这里的一切都熟悉一场 我好像有种预感 接下来会有很糟糕的事情发生 而在我身边的几个老师 还在全神贯注地做着开颅手术 位置偏僻的医院 很难遇到这么大的手术 即使这一天外面有些出奇的喧闹 但所有人都没有放下手头的工作 看着刘老师将病人的头盖骨打开 似曾相识地感觉愈加强烈 我隐约想到待会会发生什么了 我想告诉身边的人快跑 但我发现自己的嘴巴死活张不开 而当我想要独自离开手术室时 无论我多么的拼尽全力想要奔跑 动作却缓慢异常 其他人仍在做手术 没有人看我 他们好像根本看不见我 我有些绝望地看着手术室的大门 我感觉他们要来了 就在这时 手术室门突然被一脚踹开 几个脸上爬满诡异大笑的人冲了进来 站在最外面的护士 想要上前出声制止 可下一刻 一根钢管顺着他的左眼刺了下去 力道之大 直接让钢管穿过头骨 脑浆 眼球全被带了出来 上一秒 还聚精会神沉浸于精密手术中的医生们 瞬间惊呆了 就在这愣神的功夫 更多大笑的怪人冲了进来 他们手中的砖头 石块 椅子 铁棍 疯狂地敲打在医生们的身上 一下又一下 有两个医生反应过来 拿着手术刀想要反抗 可奈何怪人太多 很快 抢走手术刀的怪人 划开了两个医生的肚皮 在惨叫声中 声声撕扯着他们的内脏 我看到刘老师 甚至被几个大笑的疯子压倒在地 然后用鼓锯声声割下了半个脑袋 几分钟前 还安静异常的手术室里 此时充满了绝望的爱好 这熟悉而又陌生的一幕 让我待在原地 脑子一片空白 我眼睁睁地看着其中几个 冲进来的大笑感染者脱掉裤子 蹲在手术台上 将开炉患者打开的脑袋 荡成马桶 往里面排泄 其中几个人我还认识 是二楼精神科的患者 看到他们这样 我意识到 李老师离开医院时 说的那些话成真了 可保安呢 医院之前不是叮嘱过他们 甚至还加派了人手吗 下一刻 一个浑身纤细 歪戴着保安帽 拖拽着一条人腿的大笑怪人 走了进来 看着那条大腿上穿着的保安制服 我瞬间明白 他们应该早就被这群疯子弄死了 此时的手术室中 应该只剩下我一个活人了 看着面前大笑的疯子们流着口水 眼神癫狂 而又歹毒地看向我 我感觉心脏开始不受控制的疯狂跳动 他们离我越来越近了 来自原始的本能 促使着我疯狂的嚎叫 也许我的祖先这样做 曾经吓退过野兽 但我知道我这样做 只会让面前的这群疯子更加兴奋 不过就在我感觉狂跳的心脏 马上就要冲出胸腔时 伴随着嚎叫 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我不记得 这是自己第几次做噩梦了 不过与其说是噩梦 不如说是过去的事情 在梦中又重新上演了一遍 我叹了口气 反复揉搓着自己的脸颊 试图让自己清醒些 随后 我看着窗外被白雾遮盖的浓密树林 我总是莫名其妙的感觉 下一刻就会有无数大笑的疯子 从里面狂奔而出 就在这时 病房门突然被人推开 我下意识连滚带爬地躲到了病床下面 那群疯子难道又来了吗 不过紧接着 我就听到了一阵清脆而又熟悉的笑声 不是感染者那种癫狂的笑 而是人类该有的正常笑声 我从病床下面探出头 发现来人正是满脸无奈的王信子 我有些不好意思的 从病床下面爬了出来 正在我想找什么借口 解释自己的行为时 王信子告诉我 从医院外面来了两个新的幸存者 现在大伙都在医院招待厅里看他们 毕竟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 居然还有新的幸存者 而不是感染者 大家也都想知道 外面这几天变成了什么样子 随后 王信子询问我要过去看看吗 等一会 说不定还要分配居住的地方呢 可还没等我回答 王信子就转身离开了 幸存者吗 我真的没有想到 说实在的 我一直感觉 医院外假如有人来 大概率也是更多的感染者 当我来到医院大厅时 这里已经聚集了许多人 我大概看了一下 除了在二楼看守的吴志强外 其他的人差不多都到齐了 而站在大门口的两个人 应该就是王信子口中的幸存者了 看样子像是一对情侣 男的穿着一件破烂的绿色卫衣 女的小心翼翼的跟在他的身后 这时仿佛看到人来的也差不多了 站在那两个幸存者旁边的赵世轩 开始向大家介绍新成员 男青年的名字叫罗云 女的我没太听清 好像叫什么坤 随后我注意到人群里的王信子 我连忙凑过去 询问他来的这两个人检查过了吗 王信子瞪了我一眼 表示并不是每个人都像我一样 啥是没有 一觉睡到大天亮 他今天早早的就被赵世轩叫出去 查看二人的情况 女孩好像因为后天因素 看不见东西 属于盲人中的全盲状态 男孩的话身上有些擦伤 但无其他外伤 两个人除了有点营养不良 和过度疲劳外 应该没有任何感染的风险 说到这里 王信子摇着头感叹 能带着盲人在这种世界里活下去 那个叫罗云的真有两下子 正在说话间 我看到赵世轩已经开始向那两个幸存者 介绍周围的同伴了 当叫到我的名字时 我伸出手向着名叫罗云的青年点了点头 随后我便打算回到病房去 可王信子却拉住我 他让我等会还要给这两个人分配住的地方呢 我只能叹了口气 等待着赵世轩将剩下的人介绍给幸存者 介绍完后 已经有好几个同伴 急不可耐地上前想要询问外界的情况 王信子这是站出来让大家稍等 让两个新同伴先休息一下 等晚上吃饭的时候 大家再讨论吧 听到王信子的话 我看到那两个幸存者中的盲女明显松了口气 于是我也走上前去 告诉周围的人 我现在就要带新同伴 看看住的地方 有啥事等一会再说吧 这时我突然听到人群中传来一阵阴阳怪气的声音 是张华 他不爽地表示 没必要这么快就把外人放进来吧 最起码观察一下 明明都已经是医生了 怎么这么不负责 将有可能感染的家伙放到人群中来啊 是想让大伙全部都完蛋吗 听到张华说话 我的心里就不由得烦躁 而这时赵世轩大声地告诉所有人 一早他就叫王医生检查过了 并没有外伤感染 而且也在外面留了一段时间观察 没有任何感染的迹象 所以大家放心吧 可张华依然不依不恼地反驳到 要是医生的判断这么有用 当初这个病毒怎么爆发的 怎么一早不发现 什么样子会感染 医生的话就可信吗 现在有理论说 这个病毒是怎么感染的吗 出事了谁来负责 一个个目光 怎么这么短浅呢 这时 穿着紧身裤的石浩阳 直接站起身 冲着张华的面前就吐了口痰 他说 一天到晚别是扣帽子 就是找漏子 再这样就给你的逼脸 拦上两下子 张华看到说话的是石浩阳 前几天刚刚被揍一顿的他 顿时闭了嘴 然后小声地留下一句一群弱智 就转过身 快不离开了 石浩阳这时走过来 拍着罗允的肩膀 表示这种情况下 还能带着自己的麻子不离不弃 一看就是蒋义气的兄弟 然而 这时我从盲女的脸上 看到了一种古怪的表情 更奇怪的是 我看到这个名叫罗允的青年 眼中看着帮他出头的石浩阳时 居然闪过了一丝 说不出来的厌恶 不过很快 他就笑着感谢石浩阳刚才的帮助 我也懒得去管这些去 在这里的人 谁的身上没有一些事情呢 我现在只想快点回到我的房间 然后关上门 好好睡一觉 于是我快步上前 告诉罗允跟我走 我带他们去住的地方 罗允连忙点头 向着我表示感谢 就那样 我们穿过大厅 来到了楼梯间 可就在准备上楼时 罗允身边的盲女皱着眉头 捂住胸口 仿佛很痛苦的样子 我连忙询问她怎么了 而接下来 盲女的话 让我不由得大吃一惊 那个女孩说 她感觉到 在这附近有很多感染者 听到盲女的话 罗允抬起头 十分警惕地看向我 我连忙向她解释说 这个女孩猜得没错 这家医院确实有很多的感染者 他们都被关在了二楼 我们没有办法消灭他们 具体的情况 可以等罗允二人休息好了再说 总之不用担心那些感染者的问题 二楼本身就是精神疾病治疗区 大门是加固过的 无论是下水道 还是排气管 都有阻拦网 窗户也是因为之前担心 有病患自杀 有防护栏 总之放心吧 而且时间长了 关在里面的感染者 要么互相残杀 消失殆尽 要么就全部都饿死了 而且这一阵子 那些感染者 没有丝毫的动静 我估计 应该已经死得差不多了吧 听到我的话 罗允的警惕 稍微减缓了一些 但那个盲女的表情 依然十分痛苦 我听到她小声的尼南 刚开始她还不确定 这味道是哪个方向的 没想到 真的是医院这边的 我疑惑 她是怎么发现 这里有感染者的 罗允直接替盲女回答说 不知道什么原因 盲女可以闻到 感染者的气味 说实在的 这个倒很有意思 盲人女孩 难道可以闻到 身上腺素的味道 我想起李老师 原来研究的时候说过 这些感染者的 身上腺素水平 已经达到了 难以置信的程度 正常情况下 人类会直接死亡 但感染病毒的人 仿佛没有限制 不知道他们是 怎么产生 身上腺素的 也不知道 他们是怎么承受的 说话间 我们已经来到了二楼 正在大门口 坐着看守的吴志强 热情地向着新人 打了招呼 看来早上的时候 赵世轩已经带着吴志强 和他们见过面了 我注意到 经过二楼时 盲女几次发出甘藕 看来这种味道 对于她的影响 还是很大的 到了三楼 我找了一副口罩 给她戴上 盲女的情况 才稍微好了一些 可当我安排 罗允和盲女 住在一个病房的时候 罗允却尴尴尬地告诉我 他们并不是情侣 只是在路上的时候 刚好遇到 说到这里 我有些明白 为啥刚才石浩阳说 罗允保护马子时 盲女的表情不太对了 于是我叫来了王信子 让盲女和他一起住 这样也能照顾一下 大概安排好住处后 罗允突然拉住我 询问医院里的幸存者 就只有他遇见的这些吗 我点点头回答说 没错 医院里原本有11个幸存者 加上他们俩 现在有13个 听到我回答的 罗允低下头 接着我看到 他好像在努力平静 自己的情绪 我猜想 在我想安慰罗允请节哀时 罗允深吸一口气 难难道紧赶慢赶 还是没见到家里的老头 可惜了 然后他低着头 询问我 医院里受害者的尸体 怎么处理了 我如实告知说 在扛过第一波灾难后 所有的尸体 都被拖到外面 集中烧毁了 罗允低声 跟我说了声谢谢后 便转身离开了 等我再见到他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了 由于有新的幸存者加入 为了庆祝 这一次的晚餐非常丰富 每个人都分到了 小半罐豆豉鱼罐头 半个咸鸭蛋 刘师傅还专门去医院的后山 摘了一些野菜 做了一大锅青菜面 得益于医院里有个食堂 还有个小超市 我们十几个人的生活 还算稳定吧 只是不知道这种日子 会持续到什么时候 但我也不想去想这么多了 世界都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今朝有肉 今朝吃吧 不过 和罗允一起来的那个盲人女孩 这一餐吃的并不好 也许是能闻到 感染者的特殊能力 她只是吃了几口 就开始控制不住的响吐 直到王性子 带她出去缓了一阵 盲女才在医院外 吃了一点面条 吃完饭后 安娜许久的大伙 开始接二连三的 向新来的幸存者 询问外面的情况 根据罗允的字数 她好像是从学校里逃出来的 一路穿行躲避 才侥幸到达了医院 而盲女的状态 一直比较差 所以我们也没有继续 追问她之前的经历 听了他们说的话 我感觉外面的情况 和我们所想的 没什么出入 混乱一团 法治丧失 社会失控 除了比刚爆发时 情况更加严重外 没什么不同 当罗云讲完 她是怎么到达医院后 这个新来的幸存者 询问起 这家医院 到底是怎么撑下来的 还有关于二楼的感染者 又是什么情况 对了 还有军方 不是传说有军方进行保护吗 怎么在这里 看上去都是平民 我猜到罗云肯定会这么问的 毕竟之前的幸存者 基本都会询问这些 而我也如同之前那样 讲起了 已经讲了不知多少遍的故事 灾难刚爆发的时候 我正在跟学一台手术 然后那些失控的疯子 就冲了进来 他们虐杀了 几乎所有在场的医生 而就在我也要 被这群疯子干掉的时候 从机场赶来的军队救了我 不过与其说是军队 不如说 就是几个士兵组成的小队 好像从机场逃离的 也只剩下他们了 我不知道他们的任务是啥 不过应该和我们 当时做的手术有关系吧 我记得 他们当时看到手术台上 已经被虐的 惨不忍睹的患者时 除了愤怒 还有一些失望 我已经有些不太记得 那只小队有几个人了 差不多十来个吧 总之 他们将我搀扶出手术室的时候 在我旁边的那个士兵 还来不及开枪 就被冲来的一群疯子 用消防服砍成肉块 剩下的士兵剑状 立刻开枪射击 不得不说 这武器的威力很厉害 那些冲来的感染者 几乎是成片倒下的 虽然走廊两边 一直有感染者冲出 但在那几个士兵的交替开火下 一波一波的冲击 都被挡了下来 不过很快 最让人担心的事情出现了 但要即将告庆 估计在路上的时候 这些士兵已经消耗了很多弹药 接下来 这些士兵只能掏出手枪 艰难的继续向楼下推进 当时我们下到二楼 一群感染者将保护我的士兵 和我差点拉了进去 使孙队长他们拼死将我救了回来 而保护我的那个可怜人 在我们的面前 被疯子们扒掉裤子 将手伸进去 把肠子都拽了出来 其他人能做的 只有开枪结束 那个士兵的痛苦 虽然在我的提醒下 他们尽量避免 与感染者进行近战 但小队里最强壮的孙队长 在保护我时 被一个感染者拿着断骨 插进了手臂 知道自己就要被感染的孙队长 几乎靠着一己之力 将几个感染者 推回了二楼的隔离病房 然后在他的要求下 剩下的几个士兵 没有开枪让他解脱 而是按照命令 带着我拼命逃出二楼 然后锁上了大门 当我讲到这里时 张华的声音突然响了起来 他说他之前好几次 听我讲这事的时候 就想问我了 但怕让我没面子 所以就没说过 他现在实在忍不住了 他有些纳闷 为啥我就正重要 士兵们会拼了命 去救我这个平民 我叹了口气回答说 因为我当时跟士兵 提到过李教授的事 我知晓一些 关于病毒的问题 也许能帮到他们 现在看来 你懂得也不比我们多多少啊 这种事情 多经历两天末世 就知道吗 还没等我把话说完 张华再次打断档 不过这时 王兴子站出来替我出头 他让张华明白一点 无论什么情况 这些信息早知道 哪怕一天都是非常珍贵的 可能有屁用呀 对整个末日 没半点帮助啊 只可惜 那几个士兵了 不过也没办法 那几个大头兵 也不动脑子想想 孰轻孰重 说实在的 我听到张华这句话时 突然感觉一阵凶闷 我想起自己 一直隐瞒的事情 当时为了活命 不被抛弃 我告诉那些士兵 我研究过这些病毒 在路上 我依靠着从李教授那里 听到的一些推断 让这些士兵相信了 我叹了口气 我点点头 回答说似的 如果那些人活到现在 肯定比我有用 不过别张嘴就来大头兵 要记住一件事 是最后几个士兵 在联络上层后 即使结果绝望异常 但依然帮助我 帮助在座的各位 用生命清除了 这家医院剩余的隐患 让大家有机会 坐在一起说这些 至于罗允刚才问的 听说有军方镇守这里 其实应该只是 以讹传讹的说法 这家医院 只是距离居民 两用机场近 病毒爆发时 也只有那支小队 过来支援 而且听他们说 他们可能是从机场里 逃出来的唯一一批了 然而 我的话并没有让张华 有任何出动 相反 他撇着嘴巴到 最后还不是死干净了 一群蟒夫 说是消除隐患 也不见他们 把感染者消灭干净 留几个锁在二楼 要不是暂时没地方去 这破医院 我是真的不想待 这时 一旁的石浩阳站起身 直接将筷子 甩到了张华的脸上 石浩阳让他闭嘴 不想待就赶紧滚 见到张华脸色铁青 却不敢说话 石浩阳催了一口 然后转头看向赵世轩 询问道 他听说赵世轩 就是从军用机场逃过来的 可赵世轩一直都没有说过 到底经历了啥 这次大家不如说开 当时军民两用机场 那些士兵 到底遭遇了什么 听到石浩阳的问题 赵世轩沉思了一会 接着缓缓讲起了 关于他的故事 不知道算不算是幸运 半年前 在机场当地勤的他 遇到了分配到 机场执勤的弟弟 自从弟弟当兵之后 赵世轩就一直没有见过他 平常也只有节假日 弟弟才有机会 给家里打一下电话 这次相逢 让赵世轩觉得幸运无比 而仰仗着自己老哥 就在机场工作 弟弟的军营生活 也舒适了许多 有事没事 赵世轩就把家里的 一些好吃的带给弟弟 时间很快就来到了 病毒爆发的前夕 那一天 赵世轩清楚地记得 自己的这个兄弟 专门跑过来 向他要了一包烟 感觉可能是 自己的弟弟压力太大 虽然嘴上 劝着自己的兄弟 不要抽烟 但赵世轩还是 专门买了一包烟 交给了弟弟 赵世轩清楚地记得 当时自己的弟弟 赵世凯笑着 抽出一根烟蒂给他 然后赵世轩拿出打火机 替他们俩点燃了香烟 上一秒 赵世轩还在 劝接弟弟这种东西 以后少碰 嗯 下一秒 赵世轩点着 自己的烟台起头时 看到的却是 赵世凯剩下的半个脑袋 被子弹打爆的头颅里 米黄色的脑浆 被零星的碎肉盖着 那时的赵世轩 第一想法 居然不是害怕 而是疯了一般 想要用手捂住 赵世凯的脑袋 让他停止出血 但有什么用呢 赵世凯的脑浆 都快流干净了 抱住赵世凯 瘫软的身体 赵世轩绝望地 看向四周 他不明白发生了什么 而接下来 他看到了一个 满脸大笑的士兵 正拿着枪锋狂地 四处扫射 赵世轩颤抖着 将赵世凯的尸体 拉到了一个 相对安全的掩体后面 他本来想着 可能是军队里 出现了叛徒 但闹这么大 应该很快就会被制服吧 可接下来 如同暗想灾难 爆发的闹钟一般 在赵世轩的兄弟死后 整个机场都 疯了似的混乱起来 有些人被抓起 顺着窗户 从楼上扔下 赵世轩甚至看到 有架飞机突然启动 然后带着一飞机的乘客 撞上航站楼 伴随剧烈的爆炸 无数的断肢残骸 碎肉从天而降 然而 相比接下来的画面 这场人肉鲍鱼 也只是开胃菜而已 大笑的士兵们 冲出原本的 军用机库管理区 凡是他们所能看到的东西 都会在枪口下炸裂 当正常士兵 搞清楚状况 开始联合反击时 大笑士兵的数量 已经远远超出了他们 相比正常士兵 在攻击的时候 还要分辨同伴和感染者 那些疯子毫无顾忌 赵世轩甚至还看到 不知道是为了扩大感染范围 还是单纯的好玩 一个感染者 砍下其他感染者尸体的脑袋 然后塞进手雷 丢到了人群里 随着一声暴响 除了被近距离炸死撕裂的人 剩下被冲击波推倒的幸存者 在站起身后 纷纷露出了癫狂的笑容 爆炸声 枪声 惨叫声 血肉飞溅 那些只在电影里 见过的惨烈场景 这一次切切实实地 出现在了赵世轩的面前 赵世轩说 令他印象最深刻的是 一个被卡车碾压的幸存者 他被几个大笑的感染者 拽着四肢 压在了卡车前面 然后卡车启动 赵世轩第一次知道 人类真的可以被压得那么扁 一个可怜的幸存者 刚开始还在惨叫 后面如同爆僵豆腐一般 破碎的内脏 直接被从他的嘴里挤压出来 赵世轩感觉 一直到脑袋被压碎 那个可怜的幸存者 好像都还活着 事态越来越严重 赵世轩最后不得不 抛弃自己兄弟的尸体 跑进了飞机维护舱 进行躲避 讲到这里时 张华仿佛控制不住一样 又开始吐槽 他感叹 没想到军队在现实里 也这么拉呀 原来觉得电影中 不削弱军队没得拍 没想到现实里 本身就这么弱 有病吧 这也要吐槽吗 一直没怎么说过话的 陈雨琪实在忍不了 骂了一句 谁知张华非但没有收敛 还让陈雨琪别来沾边 接着张华表示 自己研究过一支战术小队 配合机枪 只要有弹药 打上千个疯子 完全没问题 军民两用机场那些士兵 但凡有点脑子 就算一机场的感染者 也能消灭干净 只要是探机生物 没有能扛得住 762的高爆手雷一炸 但凡自己有把手枪 绝对不会憋屈 在这破医院里 听到这番话的赵世轩 也许因为感觉亲人 受到了侮辱 他直接将还有面汤的碗 扣在了张华的头上 我听到他声音 略显颤抖地骂着张华 没听到军队里面 也有人感染转变吗 而且你没有经历过这些 你能一开始就想到 曾经最信任的朋友 能大笑着想要杀了你 双方都是军人 而且一开始 普通人根本分辨 不清什么情况吧 被咯了一头汤水的张华 做事就要站起反抗 但被旁边的蔡大妈 几人拦住 于是张华继续骂道 这个世界变成这样 都怪赵世轩弟弟 那种废物大头兵 当兵就当兵 禁止抽烟 还偷了让家里人带烟 擅自离港 活该被爆头 说不定要是不离开岗位的话 机场灾难 就不会变得这么严重 都是他们这群目光短浅的人 让世界变成了这样 眼见矛盾愈演愈烈 石浩阳终于站了起来 他绕到情绪激动的张华身后 然后伸脚猛踢张华的屁股 相比别人 石浩阳是真的不惯着张华 还记得刚来医院的几天 就因为言语冲突 石浩阳把张华连带着 阻拦的来大妈和厨师 一起揍了一顿 也许别人发生矛盾 刚开始都是你推我嗓 试图通过恐吓让对方退缩 避免最后的打斗 但石浩阳跳过了这些步骤 直接来到了打斗阶段 这种愣头青精神 让张华对石浩阳避之不及 在看到石浩阳动手后 之前挨过耳光的来大妈 也不敢阻止 张华也没有了之前的嚣张 他再次留下一句一群弱智后 快速地跑回楼上 经过这么一闹 大家也都没有了 互相倾诉过往的兴趣 那时的我还不知道 那场晚餐将是我们最后一次 人员齐全地聚在一起吃饭 依然是熟悉的手术室 依然是熟悉的噩梦 我再次惨叫着醒了过来 稍微平静了一下狂跳的心脏 我爬起身 看着窗外白雾弥漫的树林 天知道这种日子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还记得之前那几个士兵 本来是要带我离开的 但在联系了总部后 他们说那边彻底乱了 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也许在这个医院里的 每个人都清楚 我们所等待的救援 永远都不会到来 正在这时 突然有人敲响了房门 虽然知道感染者不可能敲门 但听到敲门声时 我的心脏 还是不受控制地开始狂跳 随后 王姓子慢慢地推开门 询问我有没有吓到我 我深吸一口气 告诉他没事 这么早就来找我 不会今天又有幸存者出现吧 王姓子摇了摇头 接着他在确认了四周没人后 走进房间 小声地告诉我 那个名叫罗允的青年 带来了一个不是很好的消息 而且这个事情 最好不要让所有人都知道 我有些疑惑 这个世界上 难道还有比病毒爆发 更糟糕的事情吗 王姓子点着头 苦笑道有 病毒爆发的时候 不但得防着感染者 还要防着本身 就是变态杀人狂的幸存者 听到王姓子这句话的 我瞬间愣住了 确实 当全世界大多数人 都变成疯子 原本这个社会里的变态 反而显得就不那么起眼了 王姓子接着告诉我 罗允在讲他的经历时 隐去了一部分 而那一部分 就是他之前遇到变态杀手的事情 那个杀手只留下了一个录音机 根据罗允的猜测 变态杀手很可能也会将目标 放在有人员聚集的医院这里 虽然医院地处偏僻 但很不巧 那一个变态杀手翻案的位置 离这里并不远 罗允担心有其他人知道 惊动了可能隐藏在人群中的杀手 同时也担心造成不必要的慌乱 所以在去照看盲女的时候 才小心地告诉了 本身就是这家医院医生的王姓子 而王姓子也在第一时间 告诉了身为同事的我 不过王姓子表示 罗允也不确定 百分之百那个杀手就在我们其中 所以知道这件事的人尽量不要多 特别是在后期进入医院的 在告诉我完这件事后 王姓子便匆匆离开了 我真的服了 这个世界还能更糟点吗 不过是啊 假如有一个变态杀人犯 混在我们这些幸存者中 感觉要比遇到那些感染者 还令人难受 思考了一下后 我便打算亲自去找罗允 问清楚相关情况 一出门 我就遇到了领着林东青的石浩阳 见到我 石浩阳开心地表示 今天不是带他守二楼的门吗 本来想找王大夫带带小林的 结果一直没遇到 就想着来找我了 看着石浩阳身边七八岁的小孩 我有些无奈地摇头 告诉他 我现在手头有一点是需要忙 要不先去找 说到这时 我突然想到罗允提到的事情 那个变态杀人狂 如果就在我们之中 小林若单独与他相处 天知道会出什么事 讲到这 我连忙改口说算了 我来照顾小林吧 石浩阳去看着二楼大门就行了 得到我的回复 石浩阳抱着拳感谢了一下 便离开了 看着身边的小林 我的内心有些纠结 虽然平常这个小孩就不太说话 但如果带他去找罗允 保不齐会被他听到一些事 然后再传给石浩阳他们就不好了 于是我告诉小林 他可不可以在我的房间里 自己玩一会啊 等我忙完事情 就立刻来找他 小林没有回话 只是愣愣地看着我 好吧 感觉所有人里 也只有石浩阳能和他交流 不知道这个孩子 是不是末日的时候被吓傻了 遇见外人 基本一直都是视若无睹的状态 于是我只好将他带到了我的房间 收起一些可能对孩子有危险的东西后 我便反锁房门去找罗允了 等确认没人注意到 我来罗允的房间时 王姓子和盲女也在这里了 他们好像已经猜到 我会第一时间赶往这里 你说的那个变态杀人狂什么情况 你有什么线索啊 我盯着罗允问道 而罗允却有些无奈地告诉我 他只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人存在 因为他当初拿到的录音机 是做过修改的 里面的内容可能有一些 都不一定是真的 除了地下室被虐杀的尸体 能证明那个人绝对是一个变态杀手外 剩下的信息都不明了 姓石名谁完全不知道 不过应该是个男性 或者是身体比较强壮的女性 不然干掉那么多人 还要进行创作 身体弱一点的人很难做到 随后 罗允向我们讲述起了 他在录音机里听到的内容 而随着他的讲述 我不由得感觉周身发寒 如果这个叫罗允的青年 没有胡编乱造的话 那个留下录音机的变态 完全就是一个天生的 无症状感染者 不对 应该是比感染者 还要嗜血歹毒的存在 特别是那个变态 最后说的那些话 看来他根本不想变成感染者 去无脑地享受快感 而是以人类的神志 去享受这些 虽然我们有13个人 但如果那个变态 就在我们其中 保不齐 我们会被慢慢地消耗 减缘 就像罗允讲的那些受害者一样 直到最后剩下几个人 痛苦地看着那个变态 进行胜利宣言 我回想起 医院后面出现的这些幸存者 我和王姓子 是可以排除掉的 因为我们俩末日 刚爆发时 就是认识的同事 而且从爆发开始后 我们就一直躲在医院里 王姓子侥幸逃过一劫 也是因为 他当初在CT扫描室调资料 灾难爆发后 他第一时间 关闭了扫描室的大门 防辐射的厚重大门 就算十几个感染者轮番上阵 连续几天 也不一定能打开 剩下的人的话 让我想一下 张华是最早一批到的 不过他来的时候 灾难也已经爆发几天了 不排除可能是 录音机杀手的嫌疑 而且他平常感觉 神神叨叨的 不知道是不是刻意 装成一个 让人反感的样子 蔡大妈的话 估计不太可能 毕竟年纪那么大了 虽然也是后来的 但如果不是半路 和现在给我们做饭的 厨师侯楚林相遇 来大妈都不一定能走到这里 不过那个厨师侯楚林 就不好说了 还有那个一直 不怎么说话的女生 陈雨琪 他打扮得非常中性 身材也比普通女性强壮 但那么变态的事情 应该不会吧 嗯 还有可能性最大的几个人 赵世轩 吴志强 还有陆小虎 他们三个都说 是从机场里逃出来的 赵世轩和陆小虎 是机场的地勤 吴志强是机场的保安 可奇怪的是 他们三个人刚来的时候 居然互相不认识 不过也不好说 毕竟我在医院里 工作了这么长时间 有些同事说实在的 站我面前 我都不一定能认出来是谁 剩下的 就还有林冬青和石浩阳了 只有七八岁的林冬青 应该可以完全排除 可石浩阳不太好说 林冬青是他从路上搭救的幸存者 在遇到林冬青前 石浩阳做过什么事 谁也不确定啊 烦死了 这样一想 感觉只要是个男的都有嫌疑 而且就算罗允的话 我都不确定 他说的这些事是不是真的 正在我苦恼间 罗允仿佛看出了我的难处 他有些不好意思的告诉我 本来他是想自己偷偷调查的 但这个危险因素太严重 如果录音机主人 他只能选择减少不可控因素 以及尽可能快地掌握各方情报的办法 于是他将真相告诉了 他觉得最值得信任的人 也就是确定从灾难爆发起 唯一一个一开始 就在医院里面的女性王性子 当然在王性子的保证下 这个事情也分享给了我 不过 由于罗允并不能完全确定 录音机里每件事的真实性 凶手特征以及时间 所以除了明白我们中 可能有个变态杀人狂外 就在这时 房门处突然发出微弱的声音 还没等我反应过来 罗允已经略过我跑到门前 他一把拉开房门 下一刻 随着房门的打开 一个身影亮腔的倒了进来 我定睛一看 发现居然是一脸惊恐的蔡大妈 王性子叹了口气 询问来大妈 他是不是刚才一直在门口偷听呀 说话间 王性子瞪了我一眼 仿佛在责怪我进来的时候 怎么没有注意 有没有人看到 可我清楚地记得 我特别看了 没有人注意到 我来罗允的房间呀 随后 来大妈指着我表示 他刚才在我的房间外 听到小林边哭边敲门 但门被锁住了 他就挨个找过来 想看看我在哪 可当罗允质问 他为什么不敲门 而是趴在门口的时候 来大妈愣了一下 稍微沉默了一会 后回答说自己 确实听到了一些话 但他保证 他绝对不是那个变态 刚才的那番话 他会保密的 不跟任何人说 如果需要帮助 他也会观察其他的幸存者 罗允听到这番话 看了我一眼 仿佛在询问我蔡大妈可靠吗 说实在的 按照蔡大妈牢牢叨叨叨 说一早上嘴巴没停过的本性 我真担心他会说出去 但也没办法 他听到这些话了 我们现在总不能把他杀掉吧 于是我只好叹了口气 警告来大妈 千万不要让其他任何人知道 特别是后来的男性幸存者 因为那个变态不再还好 再的话 我们已经轮翻手二楼 手力阵子了 这个人没有借机犯事 那就代表这个人 盘算着更加歹毒的计划 我刚说完 蔡大妈连忙点头 表示自己绝对保密 随后 莱大妈向我询问要是在哪 小林一直在房间里 别是出事了 无奈之下 我只好告别罗允他们 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奇怪的是 当我回到房间时 小林正静静地蹲在墙角 用石子在墙上画画 当我问小林为什么哭时 这个孩子没有说话 然后我观察他的眼睛 也没有哭过的红血丝 看到这幅场景的莱大妈 连忙解释说 她真的听到小林在哭 而且在敲门 又看了一眼 无视我们自顾自在一边画画的小林 无论是脸上还是眼睛 都不像哭过的样子 来大妈可能在骗人 难道跟她在一起的那个厨师有问题吗 他们俩之间 是不是已经有了某种协议啊 想到这里 我有些喘不过气 如果厨师侯叔的话 取得我们的信任 给我们做饭 然后再给我们所有人下药 这样说来 侯叔若是录音机主人 整个团队早就已经掌握在他的手里了 只是 他为什么还没有动手 那一刻 我突然有了种奇怪的想法 如果罗允没来就好了 稀里糊涂地死掉 要比这种揣测 等待死亡的感觉好太多太多 自从灾难爆发后 其实我就一直在等了 等的不是救援 而是在等那些感染者出现 终结掉我惶恐的生命 夜晚 接着照进屋子的月光 侧躺在床上的我发现 小林画的那幅画正在我的面前 这个死孩子 画什么不好 居然在墙上画了一个硕大的大笑人脸 不出所料 我又做噩梦了 只是这一次 那些冲进病房感染者的样子 变成了现在我身边这些幸存者的模样 当我又嚎叫着惊醒时 天色才高蒙蒙亮 看着窗外 我屏住气 心里默默倒数着 当数完十个数后 依然没有感染者出现 苦笑了一下 我突然想起 今天好像是该我守门的日子了 不过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天 里面的感染者原来有十几个 现在应该也活不下几个了吧 这样下去 再过几个月 我相信最起码医院里二楼的问题 就彻底解决了 就算这些感染者互相吃食 也不可能有人能活下来这么久 毕竟再怎么感染 基础还是人类 对了 他们被关后 刚开始 我还记得他们会不断的撞门 发出各种嚎叫和大笑 后面反而变得静悄悄的 如果李教授还在就好了 说不定他还能根据这些 研究出感染者存在的一些特性 思考间 我已经来到了医院大厅 照常从大厅旁的食堂里 朝厨师喉处林要了个袋装面包 我就去二楼换班了 虽然医院里的食物有一定的存储 但容易坏的瓜果蔬菜和鲜肉 早就被吃完了 也没有电 现在保存的都是些不容易坏的方便食品 不过不同往日 今天我准备吃面包的时候 下意识地放在手里捏了捏 确定包装没有孔洞后才打开 昨晚守门的是陆小虎 在告诉我和之前没什么两样后 陆小虎便回到三楼准备休息了 看着陆小虎远去的背影 以及在我身边的大门 我突然觉得 罗允说的就是真的吗 就算是真的 那个变态杀手 应该不会这摇巧 就在我们之间吧 毕竟在罗允来之前的那些日子里 我们都将注意点放在了感染者身上 没有任何人有心思防范内部 但依然没有事情 都在我的胡思乱想中度过了 一直到中午的时候 莱大妈拿着午饭来找我 原本以为她把午饭放下就会走的 却没想到莱大妈 仅没弄眼地告诉我 她私下调查了一下 感觉有几个人有点问题 听到莱大妈这番话的我 瞬间感觉脸上的肌肉 开始不受控制的静攣 让她别告诉别人 怎么还自作聪明地打探消息 这不打草惊蛇了吗 可仿佛感受不到我的情绪 略带骄傲的莱大妈 自顾自地告诉我 她打探过的所有人里 只有吴志强是有当兵背景的 好像还是退伍下来 分配到机场做安保的 我咬着牙询问莱大妈 她总共和几个人打探过消息 莱大妈双手一抱 挑着眉头告诉我 除了在屋子里睡觉的陆小虎 其他男的她可是 全部都打探了一遍 然后仿佛炫耀一般 莱大妈说起 以前她还在居委会 跟其他几个老太太 成功发现并举报了 在家里干没法够当的大明星呢 然而 我根本没有兴趣 听莱大妈的光辉事迹 此时 我的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完蛋了 如果那个变态杀手 真的在我们其中 按照罗允的描述 那种人心思缜密 莱大妈这种刻意且拙劣的询问 肯定会暴露 正在这时 我发现罗允从三楼走了下来 她是在询问王兴子后才知道 今天是由我来守大门的 本来罗允过来 是想说一下她 对于这次内部人员暗中调查的计划 但当她也知道蔡大妈的行为后 我们俩都陷入了沉默之中 这次 莱大妈终于意识到问题 她有些慌张地告诉我们 别怪大妈 大妈就是有点心急 但心是好的 而且平常她也经常找别人聊天 询问过去唠唠家常 这次应该没啥问题的 有些话她以前早就问过了 不会引起别人注意的 你以前就连续把所有男性 都在短时间内问了一遍吗 罗允叹着气问道 听到这句话 莱大妈尴尬地笑了一下 表示没有 不过肯定没事 不会有人怀疑她 一个小老太太 我和罗允依然没有说话 只能说 无论罗允之前计划着什么 现在都没有用 眼见自己做了错事 莱大妈找了个借口 想要开溜 我连忙叫住她 询问莱大妈 有没有直接把这件事告诉过谁 这时 我发现蔡大妈的眼神不停地躲闪 我的心跳不由地开始加速 终于 在滋滋呜呜一阵后 蔡大妈小声地告诉我们 没有没有 放心吧 她只是帮忙打探消息而已 这种事情她心里还是有数的 说完 蔡大妈便小跑着离开了 叹了口气 我和罗允互相看了一眼 不知道该咋办了 罗允告诉我 假如那个人真的在我们这里的话 我们已经由双方都在暗处 变成了我们在明处 那个人在暗处 现在只能寄希望于 来大妈真的没有引起他人的注意吧 或者那个人根本不在我们其中 说到这时 我告诉罗允 虽然来大妈做了错事 不过她打探到了一个消息 就是我们这里 那个叫吴志强的幸存者 有过当兵的背景 虽然说是正常退伍 但谁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正在说话间 罗允突然拍了我一下 这时我才注意到 楼梯口缓缓有一个人影走了上来 是张华 张华见到我们俩说话 不知为何也凑了上来 于是罗允装作很随意的样子 询问我 当初我不是跟保护我的士兵 说过一些关于病毒的东西吗 我是怎么在灾难爆发前 就知道这些的 我看了一下罗允 然后讲起了我所知道的事情 一切都要从李教授说起 李老师算是我们医院里 天花板级的传染病研究人员 不过他的方向有些不太一样 他会研究一些古籍 调查在历史上突然出现 却又突然完全消失的传染病 其中一个李老师曾经跟我说过 称为狂病 有一篇古文预言 有一个奇怪的国家 国家中有一泉水 被称为狂泉 整个国家的人都喝了里面的水 所有人都发狂了 唯独国王不喝 也没有发狂 而在泉源狂人的国度 正常人反而成了异类 所以狂人们抓住国王 用针灸 艾草 进行所谓的治疗 被虐待的痛不欲生的国王 只好去喝狂泉里的水 就那样 整个国度的所有人都疯了 虽然这篇文章 在后人的眼里 是讽刺性的预言故事 但李老师却觉得 其中说不定 有一些真实的因素 而且李老师在 历史学朋友的帮助下 接触到了一些 不为人知的秘识 当初有些动乱爆发时 都有着诡异的 天降异象出现 我记得当时李老师 给我讲了他所查到的 安史之乱那部分的故事 当时允星过空 就那样 我将李老师告诉 我的那部分历史 以及我看过的笔记内容 讲给了罗允和张华 听完我的故事后 罗允沉思着表示 若这段历史 真的如同李教授所说 那么古代里 这种病毒没有被扩散 到了现在 反而影响这么大 难道是说 有人故意将病毒扩散吗 我刚想回答 一边的张华 却嘲笑着看了一眼罗允 他说 这么扯淡的故事 怎么可能是真的 七千多人守城 打十万多人 守了近一年 还杀了近十几万 咋的 是现代的军队 回到过去守城了吗 拿的是重机枪秃秃的吗 扯淡 那个李教授 也太扯淡了 我深吸一口气 压住烦躁的心情 告诉张华 他吐槽 别的我能理解 就像说 古代狂命爆发这些 但守城这个事情 是正史里都有记载的呀 谁知张华眉毛一挑不屑道 正史就是真的吗 经历了这么多朝代 每个历史都有可能被修改 真别说 你们从小到大学的 这些正史 还真不一定是真的 听到这些的罗允不爽道 怎么了 正史不是真的 难道张华 从营销号上看的那些 就是真的 还是说 他自己研究过真的 然而张华并不怕 这个新来的罗允 他继续反驳说 没文化就多学多积累 不要当一个跳梁小丑 让别人笑话你 你自己不学 别人只会更加嘲笑你 用脑子想就知道 几千不可能打得过十几万 而且那个叫什么 张张什么巡的说 这种病毒流入江河湖海 天下将万劫不复 完全扯淡 明不明白 现代军队里 快速反应部队的含金量 了解一下现在的防疫 这种病毒只要一出现 就能立刻扼杀在摇篮里 根本扩散不起来 不要小瞧 现代病毒检测技术 只能说 古代人还是太蠢了 看着张华这副欠揍的嘴脸 我真的特别希望十号阳出现 罗允仿佛没有遇到过这种杠精 他居然继续和张华争论起来 罗允说 但现实里 就是这种病毒已经爆发了 而且是全球性的 你是不是觉得 刚一爆发 几秒钟之内 就可以了解这种病毒是什么 并可以进行检测了 现实里 假如有军人拿起枪 开始进行内斗 正常人首先会想到的 到底是病毒还是内战 而且 之前不是没有流行病爆发过 用脑子想一下 疫苗和检测手段 是爆发后多久才出来的 然而 张华还是自顾自的表示 罗允应该多学点相关知识 不要否定人类的防疫技术 啊 我实在忍不了了 于是询问张华 他懂这么多 是不是也当过兵呀 可张华一愣 告诉我们没有 但他朋友当过兵 他认识的一个邻居 也当过兵 接着 张华便又开始继续卖弄 自己所谓的墨水 然而听不下去的 罗允骂了一句 直接推了张华一下 张华见状 也毫不示弱地冲上去 就要和罗允对打 可当他抓住罗允的脖领时 却发现 一边的我并没有阻拦的意思 于是在我的目光中 他略显尴尬地松开手 嘴里骂着罗允 就是一个跳梁小丑 说不过人就开始动手 这么无知 会让所有人嘲笑的 然后便灰溜溜地跑开了 罗允也没有继续跟他计较 看着张华离开后 罗允询问我 这货在这里的人缘不行吧 我点点头 告诉他差不多 别人说啥他都想上来插两句 除了喜欢爱管闲事的 厨师侯师傅和蔡大妈外 也没人喜欢跟他交流 罗允点点头 他觉得张华大概率 不是录音机杀手 如果那个变态 能把这种人演得这么像的话 就算被干掉 罗允也认了 稍微平复了一下心情 罗允让我继续讲 从李老师那里听到的 关于病毒爆发的看法 我告诉罗允 李教授发现了一件事 这个病毒的症状 是从一个新闻出现开始的 新闻里说有一颗陨石 正在不断地向着地球逼近 有概率会撞向地球 罗允点点头 表示之前短视频上 有好多相关新闻 他也看了 我继续说 刚开始的时候 精神科出现了一些喜怒无常 莫名其妙会笑 并伴有轻微暴力倾向的人 出现一两个时 人们还觉得没傻 但后面越来越多了 于是精神科的大夫找到李教授 他们猜想 会不会是某种传染病 伤害了神经 导致人变成这样 但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除了肾上腺素上升的情况外 其他身体指标并无异常 而且那个时候 肾上腺素上升的都比较正常 普通人也能达到 只不过持续的时间 要比常人长得多 而随着陨石的不断逼近 那些病人的症状变得愈加明显 行为也愈加暴躁 肾上腺素开始飙升 而真正爆发的时候 正是陨石近距离掠过地球的时候 虽然并没有完全查明 病毒到底是啥 但李教授通过自己的研究 进行联系后发现 这种病毒非常像 也始终记载的情况 那本书里记载的相关情况 也是病毒源突然出现 然后在天降一向后 病毒彻底爆发 只不过在古代并没有形成规模 到了现代这种情况 却控制不住的原因 我深吸一口气继续道 李教授猜测 很可能和几年前的H国有关 当时H国发现了一种新型的能源 但在能源产生途中 会造成一定的废料 之后呢 他们将这种废料排入了大海 H国对外号称 废料过滤后并没有任何的伤害 而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行为的后果已经波及全球 在古代哪里能一天 就几百吨几百吨的释放东西 但到了现代 这些事情却可以实现 那很可能产生的废料中 就包含着这种病毒爆发的因素 所以古代很难成气候 病毒到现在反而可以席卷全球 而那颗陨石成为了点燃灾难的导火索 它应该就像古代一样 改变了病毒的特质 使其爆发 甚至都不一定是病毒 也许从基因层面 那些感染者已经被改变了 如果真的如他所想的话 这种东西到底能不能算是病毒了 有些人一下子就感染转变 还有一些人却没有感染转变 只能说 也许是因为身体里积累的 那种感染因素的存量有所不同吧 突然一口气讲了这么多话 有些口渴的 我便拿起旁边的水杯喝了一口 而这时 罗允盯着我 一字一句的询问道 那李教授有没有猜测过 如果按他所想的话 这个世界灾难刚爆发时 会有多少人第一时间感染转变 我放下杯子 告诉了罗允 我从笔记上看到的数据 75%左右 75% 这么高 听到我的话 罗允皱着眉头有些绝望 那岂不是人类已经快完蛋了 再加上被第一波感染的人 扩散传染80% 90% 听到罗允说这番话 我连忙打断 李老师计算的 好像是第一波爆发时 加上扩散感染的 不是直接本源感染的数量 不过说实在的 就算这样 我也感觉不到任何的希望 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感染者的数量 怕是会越来越多 但罗允此时却摇着头告诉我 如果不是本源就爆发这么高的话 第一次加上扩散 会感染到75%左右的 那么 假如人类有80亿 也就是会有20亿的幸存者 后续的感染减原 应该也会减缓一些 那怎么说 也会有十几亿的幸存者 按照人类对于环境的适应性 罗允相信 前几波过去 感染者那种拼死享乐的状态 会让他们自己大幅度减原 而人类休养生息 也终将会扛过这场灭食之灾的 接着 罗允又问起我 对于这种疑似病毒 有没有针对或者治疗的可能 我苦笑着回答说 目前我所知道的并没有 说话间 我突然想起那只小队在拯救我时 我曾信誓旦旦地告诉他们 我有办法针对这种病毒 那个时候我真的疯了 也不想想 就说了几句有的没的 罗允便表示 他要去看看盲女怎么样了 临走前 我提醒罗允 别忘了 今晚该他守门了 罗允挥挥手告诉我 没问题的 在罗允走后没多久 二楼的楼道里 又变得寂静一片 不知过了多久 正在我有点困倦时 突然隐约听到 身边有什么人说了一句骗子 突如其来的话 吓得我一击零 困意也瞬间消散全无 我急忙向四周看去 然而整个楼道里 只有我一个人 那难道说 我不由得看向 身旁厚重的铁门 随后我鼓起勇气 走到铁门旁敲了敲 然而里面 却没有任何的声响 可能受我的错觉吧 时间来到晚上 不知道是不是和所有人 关系都不太好的原因 张华在吃晚饭的时候 并没有露面 跟罗远来的那个盲女 感觉状态也更差了 她仍然在受到 感染者气息的影响 这也就代表着 二楼还有感染者存在 那一声骗子 只能希望是我的错觉了 对了 今天还发生了一件事 吃饭的时候 一直没有跟其他人 说过话的小林 突然在所有人面前说 为什么坏蛋 不能自己认错呢 没错 蔡大妈早就跟她说了这件事 好像担心自己会挨骂的蔡大妈 在晚餐结束后 特别拉住我 解释说她也是好心 毕竟小林就是孩子 到处跑危险 所以来大妈告诉她 人群中有坏蛋 这样做只是为了保护孩子而已 我没有回话 我感觉今天莫名的非常累 这个世界好像总是这样 平常还好 可一旦事态开始走下坡路 整个局面就开始 不受控制的飞速破败 一切好像越来越糟了 凌晨 我从噩梦中惊醒 只是这一次 我做的噩梦又变了 那些冲进病房的人 变成了曾经保护我的那些士兵 他们大叫着说我是骗子 然后拼命地扯开我的下巴 正在惊醒后的我努力 想要稳住狂跳的心脏时 一阵猛烈的金属敲打声 在走廊中响起 紧接着 原本寂静一片的走廊 传来了罗允的叫喊声 他提醒所有人起床 着火了 我冲出房门时 走廊里已经聚集了好几个人 见到人来得差不多 罗允大喊着 大家拿好盛水的容器 一楼食堂那边失火了 这场火灾的火势 其实并不算大 没有蔓延至其他房间 但这场火灾 带来的后果却很严重 因为它几乎销毁了 我们一大半的食物 塑料袋被烤化 溶进了食物里 挂面这些 更是被直接烧成灰烬 好不容易扑灭了火势 天都快亮了 所有人灰头土脸地 看着几乎化成 废墟的食堂厚厨 这时 张华跳出来指责罗允 为什么不第一时间救火 跑到楼上 召集人群的时间 应该可以压住火势了呀 罗允苦着脸表示 他没有找到灭火器 消防栓的话 连接钮都不在 水管根本安不上去 他总不能一个人 拿着锅碗瓢盆就火吧 正在张华还要吐槽的时候 石浩阳伸手拦住了他 看着满屋狼急 石浩阳质疑道 现在没有电 短路失火不太可能 除了上次罗允他们刚来的时候 侯楚林用明火做了饭 这两天 所有人基本都在吃方便食品 是有人故意搞的这些吧 说完 石浩阳看向了罗允 情况都这样了 你还打算隐瞒一些事吗 果然 从来大妈将这件事 告诉了小林之后 我就不抱任何希望 这件事可以瞒住 而且看现在这个样子 是有人想将团队的矛盾 彻底计划呀 看来我们真的 好像中了下下签呢 罗允冷着脸 又一次讲述了 他听到的录音内容 而就在罗允快要讲完时 我注意到 有一个人急匆匆的 从楼上跑了下来 是吴志强 刚一来 他就抱怨自己快急死了 刚才听到有人说着火了 结果他想出来的时候 门不知道被谁 从外面锁住了 刚才试了好几次 结果门锁又打开了 这才跑了出来 然而 当吴志强抱怨结束后 这个刚刚出现的男人 突然注意到 所有人都充满怀疑的 看向了他 王姓子率先质问他 当初分配房间的时候 为了安全 每个人只有自己的钥匙 剩下的备用钥匙 也都交给了刘医生 也就是我 难道是刘医生锁的门 说着 众人的目光又看向了我 吴志强连忙否认 他说自己的钥匙 在昨天突然找不到了 可今天开门的时候 要是又出现在了门口 又 怎么会有这样巧的事情 怎么现在开始 完心里战了是吧 让别人觉得 可能是凶手的人 就越不是凶手呗 毕竟正常人都会觉得 凶手不可能这么容易 将目光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只可惜 你聪明反被聪明误 这种手段 我当初玩剧本杀的时候 都玩腻了 说着 张华不屑地瞪里眼吴志强 吴志强听罢 更加慌张地解释说 自己真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时 石浩阳突然讲起 他当初从城里逃出来的时候 公路上有一个人戴着口罩墨镜 不停地在招呼别人 那个人说 可以去他的小屋避难 一开始 石浩阳听罗云讲的事情 就觉得熟悉 现在他有些确定 当初那个招呼别人的墨镜男 大概率就是录音机杀手 说着 石浩阳提醒罗云 录音机里有些内容 大概率被修改过 精神小伙偶尔会说一两句 社会语录 但现实里 他不会一天到晚都挂在嘴上 而且看录音机杀手的样子 应该是个心思缜密 斩草除根的人 录音机里记载的他 通过喇叭声吸引感染者 去攻击精神小伙的话 大概率是编的 因为即使那样 精神小伙也有概率逃脱 而且 石浩阳没记错的话 当初公路上的那个墨镜男 拉走的幸存哲理 并没有精神小伙的样子 不过那个墨镜男 和自己说过几句话 可能就把自己的样子当作原型 编进了录音机里 说着 石浩阳话锋一转 他问吴志强 机场地勤有地方可以躲能理解 安保人员的话 病毒爆发时 就在人流量最大的地方 吴志强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 这个问题仿佛触动了 吴志强不好的回忆 他低着头 小声地告诉我们 他跑了 抛下所有人跑进厕所 在残疾人隔间里 侥幸活了下来 然而 吴志强的话 并没有让大家信服 石浩阳甚至开始觉得 现在细想起来 吴志强除了发型不太一样 身材体型和之前那个公路上 戴着口罩墨镜的人 非常的像 接下来 其实我和罗允想让大家冷静 可包括侯楚林 莱大妈 张华等人在内 所有人都一番往日和气的状态 几乎每个人都在指责吴志强 仿佛吴志强此时已经被百分之百确定 是那个无恶不赦的录音机杀手了 就连赵士轩和陆小虎这两个 同样从机场跑出来 以前和吴志强称兄道弟的幸存者 也开始寻找吴志强过去的漏洞 来证明他就是录音机杀手 物资被毁 让人们原本就绷着的 最后一丝神经彻底断裂 压抑的人群巴不得找一个发泄口 承受他们绝望不安的情绪 现在发泄口出现了 不过这么看来 医院里不止我一个人明白 幻想中的救援 根本不可能到来 众人的情绪愈加激动 甚至我看到 他们开始冲上去 殴打恍然无措的吴志强 恍惚间会有种感觉 人类好像自始至终和感染者 都没什么区别 每个人都会爆发 只是这场病毒 将所有人爆发的时间统一了而已 后来 我和罗允 王兴自己人上前 想让大家理智一些 可在我们拼命推开 私打的众人后 吴志强已经被打得鼻青脸肿 贪软地倒在地上 失去了知觉 此时 我有种失重的错觉 一切好像都在无力地追入深渊 当天 在我和罗允的极力请求下 其他人才接受监禁吴志强 而不是干掉他 也许在灾难前 让这些普通人杀人 是一个很难接受的事情 但已经见惯了死亡和虐杀的幸存者 为了自己的利益 去干掉其他正常人 并不是一件难事 为了方便节约人手 让医院里的女性 也可以进行看守 吴志强直接被绑在了 一个病房的厕所里 除了吃饭 会有男性进行监督喂饭以外 其他时间所上门 双手都被捆绑在水管上的吴志强 基本没有什么威胁 但真正的威胁仍然存在 等所有人稍微冷静了一下后 罗允建议还是要注意 吴志强真的不一定 就是那个录音机杀手 然而 他的话并没有让所有人警惕 甚至张华开始带头嘲讽罗允 他们说在罗允来之前 这个团队里没有一点事情 罗允来之后才变成了现在这样 到现在凶手抓住了 罗允还在这里 让大家互相继续猜疑 怎么看罗允都有点像 真正的脚屎棍一样 甚至来大妈将这一切 说到了迷信上 她觉得罗允身边的那个盲女 就是灾星 正常人怎么可能闻到 身上腺素的味道 这个病毒 就是老天爷对于人类的惩罚 盲女这种触碰天机的 是要遭报应的 不过说归说 骂归骂 当真正需要付出实践的时候 所有人又开始互相猜疑起来 过了两天 我们终于接受了物资紧缺的现状 现在需要有人外出搜索物资 好不容易从灾难中逃出 过了两天 安稳生活的众人 都不愿意接受这个任务 不过说实在的 我也不想出去 只要想象到去外界 有可能接触到那些狂笑的感染者 我的心脏就开始不受控制的狂跳 然而如果所有人都耗在这里 靠着侯师傅到后山挖野菜 相信很快 我们这些幸存者 就算不被感染者弄死 也会全部都饿死 最后 在经历了一番近乎争吵的商量后 我们得出结论 每次由三个男性外出进行物资搜索 如果搜索的物资多 就可以隔半个月 甚至一个月再进行下一次搜索 至于为什么让三个男性外出 因为几乎所有人嘴上都说着 吴志强是凶手 但真正要外出的时候 人们又开始担心两个人的话 自己的身边会不会就是那个变态 三个人二对一勉强可以压制 同样 医院里也需要留三至四的男性 进行医院中的压制 不过 外出计划好了 第一次出行的人选却比较棘手 谁也不想当这个先锋军 包括我自己 最后 我们选择的最原始 最常见 同样也是相对最公平的方式 抓揪 这一次 抓到短签的三个人 分别是赵世轩 陆小虎和张华 赵世轩和陆小虎还好说 拿到短签后 只是不停地哀声叹气 张华却大声小叫的 开始抱怨不公平 想要重来一次 甚至张华还指责起了我 他说 我凭什么不参加抽签 就因为我是医生吗 我耸了耸肩 告诉张华 没错 就因为我是医生 假如我出了意外 他们生了病 其他人不一定能照顾得过来 其他没有选中的人 虽然对我不参加 也有些不服气 但没有被抽中的他们 更不可能答应张华 重新再抽一次 不过 就在张华开始无能狂怒地 到处喷人时 石浩阳站了出来 他让张华别逼逼了 实在不行 自己替他去行了吧 听到这句话的张华 瞬间愣住了 然而不止张华 包括我在内 很多人都没有想到 石浩阳会主动替张华出去 不过石浩阳也不是白去 他告诉张华 假如自己哪一次抽中不想去的话 张华必须替他去一次 然后石浩阳又警告张华 这是最后一次 下一次张华如果被抽中 还是这个逼样 他就打得张华永远出不了门 张华哪里管下次不下次 只要面前这一次不去就行 他千万谢地感谢着石浩阳 那一刻 张华恨不得把石浩阳夸成神仙 大概又准备了一番出行计划 这次的外出资源搜索行动 必要开始了 临行前 石浩阳找到我和王信子 他拜托我们照顾好小林 如果他在外面出现了什么问题 不要因为小林只是一个孩子就抛弃他 在石浩阳眼里 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小林 就是他的精神延续 王信子点着头 保证无论出了什么事情 他都会保护好小林的 说完 王信子看了我一眼 我也立刻保证没问题 然而那时候我们没有想到 许下的诺言这么快就要兑现了 时间来到傍晚 脸色苍白的赵士轩和陆小虎狼狈地回到了医院 他们说石浩阳死了 虽然心里做好了准备 但真的听到这个消息时 一种压抑到极致的绝望 充满了我的胸腔 第一次就死人了 那这样下去 我们这些人还能活多久呀 这一次的打击 对于赵士轩和陆小虎都非常巨大 他们在说到石浩阳死了之后 就一直呆滞地坐在大厅地上 低着头不再言语 看着他们俩略显干瘪的背包 其他人也都知道 这次好像连物资都没有搜索到多少 就那样大概持续了一个小时 在陈雨琪给赵士轩二人滴了两杯水后 这两个人才稍微缓过一些进来 大厅里的几个人 见到他们稍微恢复正常 连忙凑拥上去 询问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 不过这些人中不包括了大妈和小林 以及在三楼休息的盲女 因为担心石浩阳的死亡 会让小林心理状态更加糟糕 所以大伙都打算对他隐瞒这件事 蔡大妈索性就带着小林去看守 被监禁的吴志强了 关于石浩阳的死 赵士轩当时是这样说的 他说他们一出医院 就直奔之前在医院商量好的火车站 那个火车站距离医院并不算近 他们没有车 途不过去大概要几个小时 本来罗允的摩托车是个不错的选择 结果罗允表示 他开到这里的时候就已经彻底没油了 不过就算有油 三个人也骑不了一辆车 其实火车站并不算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但考虑到那里应该有一些店铺 且是一个离城市较远的小型火车站 相对其他的地方不但有物资保障 石浩阳之前回老家的时候也经常在那里坐火车 他好像比较熟悉 然而当赵士轩几人来到火车站时 围栏上挂着的干瘪腐烂五脏六腐 已经让这三个过了几天普通生活的人产生了退役 不过考虑到来都来了 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安全的地方了 赵士轩三人还是鼓起勇气翻过围栏进入了火车站 被铁丝捆绑在柱子上的窟窿 挂在站台上的腐烂尸体 以及列车破碎的玻璃和半挂在列车窗口上 已经风干的死尸 还有几乎被染成红褐色的车厢 一切的一切都证明曾经的火车站 发生着怎样惨烈害人的景象 不过也许是运气不错 除了到处都是风干腐烂的尸体 和四散的如同石子般常见的内脏外 刚刚来到火车站的三人 并没有看到任何感染者活动过的痕迹 越过铁轨 赵士轩等人翻上站台 向着火车站内部缓缓地摸索过去 很遗憾 他们第一次尝试进入了二号站口 栅栏门被锁住了 不知道是当初里面的人 防止外面的人进来 还是外面的人防止里面的人出去 赵士轩当时注意到 栅栏门上居然有一截干瘪的断手 那只断手不知道是被砍断的还是扯断的 但这手到死都拼命地抓在栅栏上 可见当时断手的主人有多么的绝望 所以最后赵士轩三人 又换到了一号站台的出站口 要是这里还不行 他们就要想办法换路 从火车站的大厅进去了 不过还好 一号站口的栅栏门是打开的 看着栅栏门中间断裂的半截尸体 当初应该是有人想关注栅栏门 但被尸体阻挡 握紧手中的砍刀 赵士轩三人摒弃凝神地进入了火车站内部 整个后车大厅里 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腐烂味道 带孔的铁制厂椅上有一具尸体 仿佛曾经被安在上面疯狂地摩擦过 虽然脸上已经完全腐烂 但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 那具尸体的半张脸皮向外卷起 赵士轩颤抖着讲到这里时 是怎么死的 叹了口气 陆小虎代替赵士轩接着讲述道 他们一路来到了后车厅的小超市 但里面狼藉一片 腐肉内脏和满地的零食物品搅杂了一起 忍住恶心的赵士轩等人在烂肉里面挑剪着有用的物资 可这样的效率太低了 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 他们总是感觉能够听到 附近有人慢慢走动和物体碰撞的声音 最后 实在受不了的石浩阳提议 要不去看一下后车厅超市的储藏室 或者小餐店的后厨 赵士轩二人听罢 立刻答应 只不过很可惜 超市的储藏室门被牢牢的反锁 其他小餐店的后厨门倒是没有反锁 不过存放在里面的蔬菜肉类已经全部腐烂了 原本的冷冻室里挂着的冷冻猪肉 也变成了剖开肚子 拖着一串干别五脏六腑的人类尸体 赵士轩三人不想就这样无功而返 于是他们在石浩阳的提议下 打算铤而走险 打碎储藏室的玻璃 看他能不能从里面伸手打开 然而现在的赵士轩想起 不禁感叹那是一个奇蠢无比的打算 玻璃破碎的声音并不大 但足够在寂静一片的后车厅里传出声响 之前因为他们的捏手捏脚 周围可能存在的感染者们并没有注意到 可玻璃破碎的声音 却瞬间引起了感染者们的注意 先是一阵阵狂奔的脚步声 紧接着感染者们的狂笑声也有小到大 还未等赵士轩三人进入储藏室 他们就看见感染者们不停地从入站口 甚至是厕所里狂奔而出 如同中午刚下课的大学生们一样 那些狂笑的感染者流着口水向他们飞奔而来 虽然感染者的身形消瘦 可狂奔的速度依然害人 赵士轩三人见状也不想着收集物资了 转身便向着来时的车站口跑去 原本照这样下去 三人只要跑过站台 穿过铁轨翻过围栏 大概率是可以钻进深山甩开那些感染者的 可跑在最前面的石浩阳 在路过一个分叉铁轨时 脚突然被卡住了 赵士轩二人刚想上前帮忙 石浩阳却把背包甩给了他们 石浩阳大喊着让他们快跑 一定记得要好好照顾小林 眼见后面的感染者越追越近 赵士轩二人也不再试图帮助石浩阳 拿过石浩阳的背包 便头也不回地向着围栏边冲去 就那样 他们一路跑进了深山 在疯狂地躲避了好久之后 身后的狂笑声才渐渐减弱 直至消失 说完这些 赵士轩惊恐地告诉我 那些感染者会休息 他们饿了 会吃饭补充体力 车站里有不少吃的 应该被他们解决掉了 感染者甚至会吃同类 如果没有东西享乐 他们可能会休息 直到可享乐的东西 下一次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说着 赵士轩指向二楼 他说刘医生 二楼那些感染者 估计有些还活着 我们可能要耗不过的他们了 然而 就在所有人都沉浸于 石浩阳死亡的悲痛中时 罗允却盯着赵士轩询问他们 看到石浩阳被那群感染者抓住了吗 听到这番话的赵士轩 以及身边的其他人 都莫名其妙地看向罗允 就连王杏子都觉得有点过分 他上前拉住罗允 小声地让他先别问了 如果被那些感染者抓住 肯定不会有什么好下场 不知道是石浩阳帮过自己 还是单纯地想发泄 张华开始不停地辱骂罗允 才是真正的嚼屎棍 张华觉得 怎么难道还要冒着生命危险 去观看同伴 是怎么被虐杀致死的 是不是赵士轩 他们看到石浩阳的肚子被剖开 身上的每一个洞 都被感染者用生殖器塞进去 罗允才会满意 张华越说越生气 他大声地指责是罗允的到来 为了一个虚无缥缈的 所谓录音机杀手 破坏了所有人正常的生活 天知道那场大火 是不是罗允故意放的 罗允这么做 就是为了让别人觉得 他非常重要 张华说着 一口浓潭 直接吐到了罗允的脸上 赵士轩这时也红着眼眶 指责罗允 如果要动手 那个变态估计早就 把二楼打开 应该是到现在都还没动手 这时旁边的陆小虎也附和道 罗允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他们才刚刚死里逃生 罗允在这里又怀疑起来了 要是死的不是石浩阳 是自己的话 罗允是不是也要询问其他人 陆小虎有没有死 有没有被感染者分尸虐杀 有没有被感染者侵犯 罗允的询问 让他瞬间成为了众矢之地 就连平时不怎么说话的侯楚林 也叹着气 责怪罗允这个时候 怎么能问出这种问题呢 就算有疑问 人情世故看不懂吗 这时我发现 平常站在罗允这边的王信子 看着罗允的眼神 也多了一次怀疑 陈雨琪就更不用说了 从赵士轩说的那些话结束后 他就一直厌恶地盯着罗允 面对这一切 罗允如动着嘴唇想要解释 可在众人不停地辱骂之下 罗允低下头不再言语 我站出来让大家冷静一些 可所有人的情绪 却开始越来越激动 眼看他们就要像上次一样 上前围殴罗允的时候 罗允迅速从身后掏出长刀 指向了众人 他表示自己没有说谎 他也只是想保护更多的人而已 我见状连忙打圆场 让所有人冷静一下 赵士轩和陆小虎刚刚死里逃生 终归是活着回来了 好休息一下吧 听到我的话 侯师傅点点头 表示自己等你下去后山弄点野菜 再整一些食物 给赵士轩他俩做热汤喝 说完便离开了 就那样 整个现场稍微平稳了一些 众人慢慢散去 我来到罗允的身边 安慰他没事的 所有人都吓坏了 毕竟我们有一阵子 没有接触外面的世界 现在真的接触到 所有人的压力都已经到极限了 随后我告诉罗允 他询问的时间真的很不是时候 如果等赵士轩他们俩缓一阵 从恐惧中脱离出来的话 再旁敲侧击会更好一些 罗允叹了口气告诉我 他真的感觉没有什么时间了 说着 罗允的声音开始有些颤抖 盲女的身体越来越差 从来这里开始的第一天 不知道是二楼感染者的原因 还是其他什么 盲女吃不下去饭 现在几乎已经瘦成了骷髅 我询问罗允王兴子 有没有看过盲女 罗允回答说 罗医生查看后 觉得身体没什么大碍 但精神状态非常糟糕 基本做什么都是被动的 好像什么事情 对于盲女都是无所谓的 听到这种情况 我叹了口气 询问起了罗允盲女之前的经历 当得知盲女的男友 拼死给他送药后 我差不多也明白盲女 为何这样 之后 我找到王兴子 进一步询问了盲女的近况 王兴子告诉我 盲女的状态非常糟糕 这一阵子 就算到医院外面吃东西 依然会土掉 根本吃不下去 而且可能是因为感染者的味道 盲女在医院里的睡眠也非常差 总之 现在的盲女 说着 王兴子看了一眼罗允 然后小声地告知 生命可能快要走到尽头了 罗允有些难以接受 身体又没有病 怎么可能活不下去 是需要什么药吗 他可以到外面找 王兴子摇着头 让罗允别找了 关于盲女的事情 他也听了 几乎每晚失眠 吃不进去饭 就算睡着了 也在梦境中重复痛苦的回忆 王兴子说 他以前跟盲女聊天的时候 听盲女说过 总觉得黑暗中伸出手 就会有一个熟悉的人回应他 总是感觉会有人 在熟悉的黑暗中等他 但无论他怎样的用力伸手 怎样的去抓 怎样的去呼唤 熟悉的黑暗中 都不会有任何的回应 如果普通人 还能用各种事物 去分散注意力 去缓解压抑的话 千篇一律的黑暗 对于盲女来说 完全就是禁锢灵魂的监牢 我点点头 认同王兴子的说法 若一个人遭遇了重大变故 比较好的方式 就是离开熟悉的地方 这样不容易 可盲女这个样子 确实眼前永远都是熟悉的样子 居住的环境也是最糟糕的 甚至感染者的气息 还会让他想起许多糟糕的回忆 能坚持到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可罗允却难以接受 他询问王兴子 真的没有办法了吗 他可以去劝一劝盲女 当初他可是答应了盲女男友的 王兴子哀叹一声 告诉罗允不用了 盲女估计因为那个约定 才撑到现在 已经很厉害了 只不过 有时候人们总是在想一个人 需要什么 但很少去想这个人 真正想要什么 大家都觉得盲女需要活下去 可真正活下去 对于盲女来说 真的是好事吗 也许盲女想要的就是死亡 沉默了一阵后 罗允去找盲女打了招呼 当看到盲女消瘦的脸颊 罗允仿佛下定决心一般 告诉我照顾好盲女 他出去一下 等我再见到罗允的时候 他满头大汗的从外面回来 怎么 摩托车又有油了 听到我的问话 罗允有些尴尬 但没有回答 接着 他让我和王兴子 帮忙接一下盲女 有些东西 他放到了医院外面 就在路过大厅时 有几个同伴好奇地看着我们 但没有任何人上前询问 就那样 我和王兴子将盲女 按照罗允的话 带到了医院外面 令我没想到的是 在医院外面的空地上 居然放着一具跪倒在地 浑身焦黑的尸体 仿佛已经预感到了些什么 我身旁的盲女 开始不住地颤抖 然后在罗允的牵引下 盲女扑倒在了 那具浇湿的身上 随之而来的是 盲女的哭号声 我和王兴子 觉得不好继续在场 于是留下罗允他们 回到了医院 这时 医院大厅里 陈雨琪还在安慰陆小虎他们 侯师傅说是 去后山找野菜了 现在天都快黑了 怎么还没有回来 又过了一会 医院外面的罗允 将我和王兴子叫了出去 此时趴在礁石怀里的盲女 已经一动不动 感觉到些什么的王兴子 连忙上前查看情况 经过检查后 王兴子站起身 冲着我们摇了摇头 叹了口气 罗允走到医院门口 坐在台阶上 呆呆地看着不远处的盲女 本来我和王兴子 想让罗允自己冷静一下 可就在我们走过他身边的时候 罗允突然抬起头询问我 他是不是一个人也就不了 我示意王兴子先回去 然后坐到罗允身边 跟他聊了起来 我告诉罗允 我一直是相信他的 无论是录音机杀手 还是他想帮助别人 但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主角 我也不是 他也不是 事情不会按照我们所想去发展 说着 我向罗允讲起了当初李教授的事情 因为李教授的研究太过怪异 没有人愿意相信他 所以即使他学问在渊博 也被打压到了我们这个偏远的小破医院 说实在的 即使到了灾难爆发前 就连我们这个小破医院里 也没几个人相信李教授 然后李教授感觉事态不妙 打算前往北方高原的研究所避难 那里的气候恶劣 人气稀少 现在看来是个不错的避难场所 在那个时候 别人觉得只有傻子才会申请去那里 现在想想 当初跟他一块走就好了 和罗允一样 李教授也想拯救很多人 但最后他还是不得不独自离开 当我讲完这些后 罗允看着我 他说他想去找李教授 也许这一切还有救 不过医院这里 我拍着罗允的肩膀安慰他没事的 就算他在医院 人们也不会相信他 就算我和王信子站在他这边 整个事态也不会有任何的好转 说实在的 不觉得医院这里 已经是强弩之末了吗 每个人只是在奢求有救援而已 但每个人其实也只是在等死罢了 我们又谈论了一阵后 对于一切已经了无牵挂的罗允 打算离开 临走前 我询问王信子 愿不愿意和罗允一起逃离这里 王信子耸着肩膀 告诉我 他无所谓了 就像盲女一样 相比提心吊胆的求生 王信子已经累了 没错 他和我都只是在医院里等死罢了 在医院门口告诉罗允王信子 也打算留下后 已经戴好头盔的罗允 询问我真的不需要他留下来 对付那个录音机杀手吗 我拍了拍腰间 告诉罗允没事的 就像罗允一直留一手 藏起来好几桶汽油一样 我也留了一手 还有五发子弹 只要有机会 正面遇到那个录音机杀手 死的绝对不是我 罗允又问我 对于他隐藏汽油的事情 其他同伴甚至很生气 我告诉他当然 要不是罗允最后拿着刀威胁众人 大家都不一定放他离开 不过罗允留下一桶汽油 其他人的心情稍微好了一些 然后我催促罗允快点走吧 现在好多人都怀疑 那伙真的是他放的 在又和我与王信子告别了一番后 罗允推着摩托 向着附近的山路走去 他不敢在这里启动 因为担心 噪声可能会引起附近感染者的注意 等罗允推着摩托车消失在黑暗中后 我与王信子回到了医院 路过医院旁一堆焦黑的碎块时 王信子感叹 现在这个是道理 这样也许才是最好的归宿吧 我点点头 表示是啊 埋在土里 插上墓碑也许会正经一些 但天知道那些感染者 会不会把人又挖出来灵弩一番 这样真的也许是最好的归宿了 而在那里的 是罗允亲手洒满汽油 然后点燃的盲女和他的男友 现在他们俩已经和焦黑的土地融为了一体 当我和王信子回到医院大厅时 看到陆小虎正端着饭碗吃饭 看来侯师傅把饭都做好了 不过赵世轩还没有吃上 他正在等陈与其把第二碗端过来 可就在我与王信子和赵世轩二人打了招呼 准备回楼上休息时 大厅里却传来赵世轩惊恐的叫声 我和王信子闻声连忙赶了过去 当我们跑到赵世轩身边时 只见陆小虎正扶着桌子干呕 发生了什么 王信子询问道 陆小虎一边干呕 一边指着地上撒了一地的汤汤水水 这时我才注意到 撒了一地的饭菜中居然掺杂着一根手指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 里面还有人的眼球 这些是侯师傅给你们做的饭 听到我的问话 陆小虎一边干呕一边点头 你们自己端过来的吗 你们见到侯师傅了吗 不祥的预感在我的心中愈加浓烈 听到我的问话 陆小虎强压住呕吐 皱着眉头表示 这一碗也是陈与其帮忙端过来的 刚才陈与其还去拿第二碗 说到这里 陆小虎大骂一声 然后像是想起什么一样 疯了一般向着大厅侧门跑去 虽然食堂后厨遭遇过火灾 但里面还有一口灶台 依然可以使用 当我们跟着陆小虎跑到后厨时 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都呆住了 只见侯楚林的脑袋 正埋在一个人的胸腔里 疯狂地搅动 而他的一只手正抓着那个人的肠子 在自己的下身 令人作呕地套弄着 看着这一幕 我身边的陆小虎带着哭腔 呼唤了一声语其 没错 那个被放在灶台上 四肢砍断 胸口到肚子 被划开一条口子 五脏六腑流的到处都是的人 正是陈雨琪 此刻的侯楚林 仿佛沉浸于无尽的快感之中 根本没有注意到 出现在后厨的 我们看到陈雨琪 已经变成了这副样子 陆小虎目自欲裂 青筋抱起的他 直接向着脑袋 还埋在陈雨琪胸腔里的侯楚林 扑了上去 我们想要阻止 但已经来不及了 什么都不拿 直接冲上去 完全就是找死 只见陆小虎刚刚还拽着侯楚林的头发 将他的脑袋 从陈雨琪的胸腔中扯了出来 下一刻 满脸鲜血 流着口水的侯楚林 反身一口咬在了陆小虎的手上 陆小虎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大骂着侯楚林 不顾生生被撕下一块肉的疼痛 将手从侯楚林的嘴中扯出 然后两只手抓着侯楚林的脑袋 大拇指发劲 竟然直接抠烂了侯楚林的双眼 然而 在寻常打斗中抠烂眼睛 对方基本已经败了 可完全感染的侯楚林 却在眼睛爆裂后 发出了刺耳的狂笑声 隐约间 我听见侯楚林叫着豪爽 然后竟然狠狠拽出陈与其的肠子 缠在了陆小虎的脖子上 我察觉到赵世轩想要上前帮忙 急忙伸手拦住了他 我告诉赵世轩 陆小虎已经被咬了 现在只能希望他俩斗得两败俱伤 小虎已经就不回来了 就那样 我们眼睁睁地看着陆小虎的脸色 逐渐变成了亲子 然后倒在地上 这时 还未等侯楚林继续接下来的动作 我示意赵世轩行动 由于眼睛已经被扣瞎了 侯楚林并没有发现靠近他的赵世轩 此时的他还死死地拽着 缠在陆小虎脖子上的肠子 从旁边拿起一把菜刀的赵世轩 慢慢靠近 然后直接向着侯楚林的脖子 砍了下去 在之后 我检查了赵世轩 看到他眼口鼻都没有见到什么血之后 才松了口气 不过很明显 我的那口气松得太早了 因为正在我想安慰身旁 已经被吓得脸色惨白的王姓子时 张华近乎声嘶力竭的尖叫 从大厅里传来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等我们跑到大厅时 张华颤抖着指向楼上 他说自己本来出门撒了抛尿 结果就看见来大妈死了 他的脖子上插着一把刀 然后 然后说到这里时 张华突然开始磕疤 接着他努力稳住情绪 告诉我们 然后关着吴志强的门是打开的 吴志强不见了 小林也不见了 操了 我就知道 赵世轩听罢 愤怒的咬牙骂道 他感觉吴志强就是那个录音机杀手无疑了 威胁我们 听到这些 我不由得深吸一口气 罗允刚走就开始了吗 意识到情况已经糟糕到极点的我 不由自主地摸向了身后 还好 枪身略显冰冷的触感 让我的心里稍微安稳了一些 我让张华带着我们去看一下 来大妈到底什么情况 等我们来到来大妈尸体旁时 这个多嘴的女人趴在地上 衣服已经被自己的血液 浸染成了鲜红色 苍白干瘪的脖子上插着一把尖刀 刀身虽然进去的并不多 但足以捅破大动脉 厕所里绑着吴志强的绳子已经断开 他是怎么做到的 正在这时 王兴子的声音弱弱地传了出来 他说既然张华在三楼睡觉 赵士轩和陆小虎在大厅里吃饭 那今晚二楼是不是就代表着没有人手 听到这句话的我 感觉瞬间头发都炸了 二话不说 我带着张华等人直接冲回了二楼 还好二楼的铁门死死地关着 可在黑暗中 我却隐约看到铁门上的门锁 门栓怎么都被人打开了 我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手已经完全按在了腰间的手枪上 这时 我身边的王兴子等人也注意到了这点 寂静的楼道里 我只听到了彼此粗重的喘息声 我看着一旁的赵士轩 示意他上前查看一下 可赵士轩却有些恐惧地向后退去 我指了指赵士轩手里的武器 示意他 我们之中现在只有他拿着刀 张华点着头 使劲伸手 示意赵士轩快点过去 无奈之下 赵士轩只好鼓起勇气 慢慢地走向铁门 黑暗中 他好像看到了掉在地上的门锁 可就在赵士轩想要捡起门锁时 随着吱哑一声 铁门推开了一条缝 一双闪着寒光的眼睛 细血地看着赵士轩 还未等赵士轩有所反应 一双手从门缝里突然探出 伴随着疯狂的大笑 那双手拽着赵士轩的胳膊 就往里面拖 我和王兴子见状 连忙上前想要拽住赵士轩 张华在愣了一会神后 也急忙扑了上来 可下一刻我却发现 对方好像并不想把赵士轩拖进去 那个人只是想玩 因为赵士轩的胳膊刚进去一截 那扇铁门就开始关闭 伴随着铁门的逐渐加紧 赵士轩的胳膊 传来了令人头皮发麻的枝哑声 最后 随着赵士轩的惨叫 他的胳膊在我们的面前 被家得向上翻折 此时 我绝望地意识到 门里面的感染者不止一个 而当我这个念头刚成形 随着砰的一声闷响 下一刻 一阵笔感染者笑声 还令我恐惧的声音出现 骗子 我低头看着 出现在面前的熟悉军靴 孙队长 我下意识地松开赵士轩 疯狂后撤 仿佛被我的动作逗乐了 孙队再次发出了癫狂的笑声 接着从他的身后 走出了两个衣衫蓝绿 身形瘦弱 但脸上同样挂着 癫狂笑容的感染者 他们出来的第一时间 就如同恶鬼一般 直接扑向了赵士轩 本来还拉着赵士轩大腿的张华 还没有发出几声惨叫 脸皮就被整个撕咬了下来 我清楚地看到 他因为没有脸皮 从下巴侧面掉出来的舌头 还在不停地颤抖 想也没想 我掏出枪 便向着扑在赵士轩身上的 两个感染者射击 这是我第一次开枪 刚也是我第一次发现 原来枪的后座力 比电影里看上去大那么多 算是幸运吧 近距离射击第一枪 歪打正着地射翻了一个感染者 但第二枪却完全打偏了 正在我准备继续开枪时 张华不知何时凑了过来 他一把抢过手枪 大喊着你妈还藏着 会不会用啊 然后站起身 自信满满地瞄准了 缓缓向我们走来的孙队长 坐下 伴随着怪异的口号 张华的第一枪直接打飞 我大声提醒他 快点还给我 以前士兵教过我怎么受力 快点 里面快没子弹了 可张华依然不信邪地 再次瞄准孙队长 继续开枪 这一次孙队长一个矮身 根本没有打中 然后孙队长狂笑着冲了过来 剩下最后一颗子弹 让他挥霍了 打空所有的子弹后 张华破口大骂 他妈的 怎么只有三发子弹 然而这句抱怨 成为了张华最后的遗言 因为下一刻冲到面前的孙队长 直接将张华的下巴 从脸上扯了下来 少了半张脸的张华 痛苦地跪倒在地 而孙队长大笑着 将不停挣扎的张华 从地上拎起 然后用嘴咬住张华的舌头 使劲一扯 瞬间连带着呕吐物 以及张华的鲜血 喷洒的到处都是 看来只能到最后一步了 被面前一切 吓得腿软的我 努力想从兜里 掏出我最后的保障 然而看到 倒在不远处 陷入昏迷的王姓子时 我却犹豫了 不过 留给我犹豫的时间并不长 孙队长又啃了两口 张华尸体上的肉 便将张华的尸体扔到了一边 大笑着向我走来 来不及再想 我直接扑向王姓子 然后将口袋里的针管 插进了他的脖子 众所周知 一次性注入 250毫克马飞 就会致死 而我随身的小针管里 有接近2000毫克的量 要不是时间紧迫 我真的想王姓子一半 再留给我一半 可现在 我只能一次性 全给王姓子了 刚注射完马飞 我就感觉 左腿被人拽住 算了 就当赎罪吧 可就在我准备坦然 接受接下来的虐杀时 走廊里 传来一阵熟悉的声音 喂 我寻声望去 只见十浩阳 从楼道里 缓缓走了出来 而在他身边的 则是之前失踪的小林 看来 他真的就是录音机杀手呀 孙队长也被十浩阳的声音吸引 不过他好像 对面前的我更有兴趣 可就在孙队长 抬起我的大腿 打算直接踩断时 十浩阳又叫了一声 接着一大桶汽油 被直接扔了过来 我瞬间意识到了 十浩阳想干嘛 于是拼命挣脱 想要快速远离孙队长 果然 当一桶汽油 顺着孙队长的脑袋砸下后 一个燃烧的玻璃瓶扔了过来 瞬间 孙队长被爆起的火焰点燃 另外一个感染者 见状飞扑上来 他居然想帮孙队长 扑灭身上的火焰 不过 下场就是两个感染者 一起陷入了火海之中 狂怒之下 孙队长疯了一样 想要扑向我 而他的嘴里 还在不断地大喊着骗子 然而没跑两步 燃烧的孙队长 就倒在地上 失去了动静 一切完成后 十浩阳 不对 应该是录音机杀手 那个变态 迈着方步跨到了我的面前 他先是蹲下 查看了一下王性子的状态 然后站起身摇了摇头 不过 他的脸色突然一变 接着面露猥琐地看向我 他让我趁热 赶紧上王性子 说不定看在我表现好的份上 能饶我一命 我没有动 只是冷冷地 看着十浩阳表演 我问他 按照罗允的描述 你现在是不是应该 跟我这最后一个幸存者 炫耀一下你的成果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 十浩阳摇着头 将身边的小林推了出来 他告诉我 这一切都是小林做的 没错 一个小屁孩 几乎灭了你们所有废物 一开始 十浩阳就觉得 那个新来的罗云 有点问题 果然 罗云来了之后 我这个一天到晚 睡到大中午的人 开始早起 他用小林试探我 结果发现 我直接把小林锁了起来 果然有事情 然后小林按照他说的 有什么问题 就尽力吸引注意力 然后呢 蔡大妈上钩了 不过这一次 就连十浩阳都没有想到 居然会这么顺利 那个碎嘴婆 第一时间得到了 那么多的消息 他还告诉了小林 然后小林直接告诉了 十浩阳 关于食堂里的火 是十浩阳用绳子 让小林从窗户下去点的 这样的话 在二楼看守的罗云 根本发现不了 是谁点的火 吴志强的钥匙 也是十浩阳偷的 而锁门和开门的 都是小林 毕竟救火的时候 大家都不会注意到 一个小孩子在不在周围 对了 关于吴志强 由于一直在监禁的状态 所以吴志强 捅死他 所以刚开始吴志强 看到面前的十浩阳时 还以为他是来解放自己的 可没想到 十浩阳直接干掉了他 讲到这里 十浩阳叹了口气 他表示 本来他想让大家 再玩一会狼人杀的 还特别把吴志强的尸体 藏了起来 没想到罗云那个玩意 居然流着那么多汽油 提前跑路了 事已至此 他最终意的猪仔居然跑了 所以十浩阳打算 那大家都别玩了 然后他就把桌子都掀了 医院里的这些猪仔 对于他来说 眨眨眼睛 他询问我 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吗 我告诉他 我想知道 猴师傅是怎么感染的 十浩阳锁着肩膀告诉我 他的背包里 有一些感染者的碎肉 自己出行前 就跟小林交代过了 他这次不会回来 但有人会把背包拿回来 到时候 把背包里的碎肉 想办法 混到幸存者的饭里 于是 小林先是找借口 来到大厅拿到背包 然后再趁猴楚林不注意 将碎肉扔进了锅里 猴楚林有习惯 做饭的时候 会尝尝汤的味道 这一点所有人都知道 完成这一切后 小林就回到了 来大妈那里 顺手干掉了 那个老婆子 其实 就算猴楚林不感染 吃饭的人也会感染 就是这样简简单单 一群大人 被一个小孩玩死了 你们修不修呀 说着 十浩阳抚摸着小林的脑袋 告诉我 他早就说了 小林就是他的精神延续 现在看看 是不是一点毛病都没有 小林和他一样 是天选之人 他们天生就不会拥有 任何愧疚 悔恨的负面感情 当初十浩阳逼着小林 用刀杀掉他父母的时候 小林眼睛都没有眨就照做了 甚至还把一朵鲜花 插进了他父亲的屁股里 当做装饰 说到这里 十浩阳如同感染者一般 捂着肚子大笑起来 终于停止大笑时 十浩阳缓缓走向我 他拽着我的头发 告诉我 快点趁热上王姓子的尸体 然后跟他说一下 逃掉的那个猪仔 到底要去啊 不然 他就把我的老二搁下来 塞进我的菊花里 只可惜 我依然没有照做 看着十浩阳得意的样子 我告诉他 他下一次出现在罗允面前的时候 肯定会死 然而 十浩阳却不以为然地点着头 他说谁死还不一定呢 那个叫罗允的 心思是缜密了一些 但城府太浅了 可惜了 但凡那个罗允能忍一下 这场游戏 说不定更有趣一些 说着 十浩阳话锋一转 他表示 其实他并不想这么早 这么快就干掉所有的幸存者 毕竟 末日里的幸存者 也不是想找到就能找到的 他本来是打算 把这里当作根据地 慢慢向外开发 然后一个一个地玩弄 但罗允那个愣头青 居然破坏了这一切 说完 十浩阳再次催促我 快点趁热上 然而令他没想到的是 我居然毫无畏惧地拍着他的脸 告诉他 下次见面 罗允一定会杀掉他的 他这个所谓录音机杀手 只是一个躲在阴暗处 搞破坏的小丑而已 我的话仿佛戳到了十浩阳的痛处 他站起身 冲着我的胸口 狠狠踹了一脚 他说他改变主意了 他要砍掉我的四肢 把我做成马桶 直到浑身被感染至死之前 都只能吃他的排泄物 是吗 我强忍住喘不过来气的痛苦 然后冷笑一下 拿出针管 当着十浩阳的面 将一管暗红色的液体注射进了胳膊 但是我刚才趁十浩阳不注意 用之前的空针管 抽了一管孙队长的血 你不是很享受普通人恐惧的感觉吗 但接下来你的所有折磨 只是让我达到快乐巅峰的阶梯而已 我说了 你是一个只会躲在阴影里的小丑罢了 而我 从现在开始 再也不会做噩梦了